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东方日报报导 科大、港大和中大合作招募不少过200人 参与量度市民接种疫苗前后血液中的抗体 并分析相关抗体是否可以应付变种病毒 希望相关研究可以找出本港接种疫苗后产生超级抗体者 并分析超级抗体者的体质 与研究分析抗体数据优化现行的疫苗 大公报报导 肺癌是本港癌症头号杀手 每年新增5000多个患者 但是早期的病征不明显 七成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 死亡率超过七成 免疫疗法为第三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达来曙光 研究显示可以延长患者存活期达到5年 甚至有机会根治 由机构推出资助计划 患者可以减省大约15%的经济负担